哦沒有啦,其實我也是想說你傳訊息給我,不知道是什麼訊息 什麼資訊要給我,對啊,我那時候正在送貨 那你現在回家了? 對啊,一整天累死 就是你所謂的亞馬遜 送貨,送貨,對 對啊,真是好孩子,努力賺錢 沒有啦,哎呀,多少賺一點啊 現在什麼物價都很貴啊 黃金真的漲到2377塊塊 昨天的收盤價 黃金啊,黃金我是沒注意 黃金啊,我們那時候才2056嗎 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是大家說的 2056塊 黃金是用每盎司多少錢 那你要投資,你要投資黃金的話 跟定存一樣,你必須要有10萬塊美元 然後到芝加哥的交易所 嗯,開黃金的存,存折 然後存折裡面,就是登記 你有幾盎司的黃金啊 呀,然後你要賣 就說你沒有10萬 你去那10萬喔? 對,你沒有10萬,你不行賣 然後那個時候呢,專家就說 黃金會漲到2,400 2,400 那我們,我還跟那個 我的叔叔商量 嗯,我說你有錢啊 你可以投資黃金啊 不過呢,歷史上 歷史紀錄都是叫2,400 那2,400呢,就一定不貴了 那現在2056去2,400 還有差不多300多 那你開一口10萬的話 10萬的話 也許你就可以賺個兩三萬美金 哇 兩三萬美金喔 因為你一開戶就是10萬美金嘛 嗯 就是說你沒有10萬美金 你不可以去開那個黃金的存折 他也沒有給你真的黃金 抱著手手 就是像郵局那個存折一樣 寄一本存折給你 哇,賺兩三萬喔 對 可是他沒有 股票還好賺 他沒有 他就覺得說 漲到頂了 我說我也這麼覺得漲到頂了 啊,然後 我說我是沒錢 我就說要準備別人 沒有行動 結果昨天我一看 蛤,2077了 然後美國人呢 那就是說 我不是指一般家庭 美國人是他們也不帶黃金手勢 然後他們對黃金的投資呢 也渾然不知 就是說 那在美國知道的人 然後家裡有黃金的人 不是那種 黃金磚塊那種 就十萬塊 你開一戶 你有五十個盎司 你就多大的一塊金磚這樣子 就是四金 是 他們四金呢 他們都現在瘋狂的在賣 因為他們都是在黃金啊 從我到美國來開始 然後2008年不是全球的金融風暴嗎 然後他跌到1350 在那場風暴當中呢 跌到1350 然後你還記得那個康威嗎 還記得 康威 然後他就叫 他在新加坡投資 因為我們這邊十萬塊美金起價的戶頭 他沒有辦法做 然後呢 他1350 那時候我們一直在討論黃金 因為黃金從2000塊 就每天拉肚子一樣的 瞬間暴跌到1350 然後他認為1350可以進場 結果呢 那你認為可以進場 別人當然也這麼會認為啊 然後那個時候大陸很強 大陸的經濟很熱 然後我們就說那個 我們都是說那個 那個大陸的那個 大陸的那個媽媽 大陸的媽媽 就是菜籃組的 他們不清楚那個 什麼線不線 折子不折子 他們要買金塊 他說你什麼折子 誰要折子 我要爆金磚 你知道嗎 爆金磚 然後他們覺得說 2000塊跌到1350 那簡直是白菜價 然後每個人都要搶金磚 然後呢 暫時就就止住了 然後康威也在1300塊的時候 進場 結果呢 結果大陸的股票還繼續跌 跌的那些跌到 就是跌的沒辦法 都快要斷頭了 每個人都幾乎 因為大陸 美國是已經斷頭了 所以引起全世界的風暴 然後大陸這些大媽呢 他就把黃金再拋售 來救他的股票 因為會投資這些金融市場的人 他不會單一只投資股票 他可能投資債券 投資那個磚塊 結果就一直跌一直跌 然後康威也都 每天都急死了 跌到850 才止住 那你知道嗎 他1300買進來了 然後850 哇那陣子他真的是 瘦好多 喔 賠得很窄 賠得很窄 那我那時候也是沒錢 因為這邊要10萬 你說幾千塊 一萬塊還可以 那要10萬塊開個戶頭 我哪裡有錢啊 對啊 沒有錢啊 那後來就康威在那波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賺到 好像沒賺到 因為他 黃金就是說 美國交易股票是這樣子 會斷頭 你應該有聽過要斷頭 這個斷頭呢 他會把你的黃金賣出去 會把你的股票賣出去 不管這個多低 他會賣出去 那你股票不會等於0嗎 然後你的戶頭上面 像我那時候有做一翠 是最小額度的 你都要有1萬塊錢的額度在裡面 就是說萬一股票跌了 那他第二天一開盤就給你賣掉 他不像台灣一樣什麼第二天交割 然後第三天再來交保證金 搞不好第三天股票要上來了 然後你再賣掉它 然後 美國不是這樣 美國就是 當天不會賣 隔天就 當場給你斷掉 嗯 yes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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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這個威德叔叔呢 850的時候 他沒有買 然後到了一千三 後來股票又漲了 黃金又漲回來 850又漲回來一千多的時候 啊 就是這一批 就是這 一千多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他850都沒有買了 買一千三 啊哪有這回事 他就不買 然後他就又漲到一千七 我是一千七的 他說一千七 到兩千也不過幾百 他不買 現在後悔都後悔死了 漲到兩千四 嗯 嗯 你們如果有 現在如果兩千四的話 我也不敢講 我覺得兩千四 有他的風險在啊 只是想到消息就是說 美國人 美國人都生活很難過 就像你剛剛說的通貨膨脹 的確是通貨膨脹 本來呢 呃 就是說 每每個月 或者是每三個月 每一季至少要升息 或降息 但是不能持平 那我們美國 那我們美國 因為通貨膨脹 那物價太高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降 他降了以後 那個那個通膨的更厲害 然後CPI指數 前兩天公布出來的CPI指數 還非常的活躍 就是在在都讓聯 就是聯準會 他不敢 不敢那個降息 因為降息 美元就 就跟廢紙一樣不值錢 因為黃金這麼貴 對 然後 所以說 這個通膨還在繼續 也就是 你 你現在吃10塊錢的便當 你可能 明天後天 你就會又變成10塊半 11塊 就是 還沒有辦法 還沒有回頭 那 那聯準會答應你說 一年之內 一定要降息四次 現在都已經四月了 連的一 一直都沒有 然後 三月的時候 人家再判四月降息 把物價下來一點 可是 沒辦法 他還降不了息 因為美國人 借太多錢 就是像全世界啊 比如說 像你 像我們買 我打個比方啊 就是說 像你買的黃金存折 你也沒看到黃金啊 但是你要數回的時候 人家確實要給你一條 你是買一塊金磚 叫給你一塊金磚啊 因為我不 我也不賣 我數回 我把我自己的東西拿回來 但是呢 現在美國就是 你買 OK 這高價位你買 然後呢 這個東西在哪裡 在國家 在國家的財庫裡頭 然後國家可以運用 就像你的401K 401K 對不對 國家也是拿去投資啊 你以為他們 你繳的401K 他幫你放在銀行 那錢都貶掉了 他到時候還要給你 對不對 他就是拿這些錢去 去做投資啊 去幹嘛 去幹嘛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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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存是對的 定存 現在 有錢的話 就趕快存起來 要不 我房間也沒有人敢買 要是我 我是不敢買 是 對 10萬塊 是 沒幾個人能買 只有那個有錢 對啊 但是你要 你要輸回的時候 他就真的給你一塊 一塊金磚 你要是買 買一公斤 他就給你一公斤的 一大塊啊 但是在你還沒有解約以前 你還是活動的 那就是一本者子 一本者子 如果有10萬美金 我請願去買一間小屋子來收租金 還比較穩 還比較穩 對不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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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最划不來的是 買房子 對對對 啊如果 如果 如果我現金 買下它 就 我不貸款 10萬塊在 這個小鎮買一間小屋 沒問題啊 對啊 好 我跟你講 你不貸款 你不貸款 但是你要裝潢吧 你要繳地稅 繳保險 沒錯 可以把它租出去 對啊 然後你租的時候呢 啊 你必須 然後你 你這個租金呢 OK 你 你 你幫你要打工 你 你的那個 那個那個 你幫你要 比如說你現在發職上班 你拿的是薪水 薪水的tax是 你是單身漢 從14% 開始 然後到 40% 為止 嗯 沒有更多 對 那 房租呢 對不起 百分之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嗯 所以說 如果 我是打算 一間十萬塊小屋 我是打算租八百 收租金八百 那這個租金八百 收租金八百 收租金八百 你十萬塊錢定存存在銀行 現在是5.5 啊 現在是5.5 嗯 OK 你一年就 一年就 五千五 不止 我是隨便算一算 然後因為他 沒有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 累進的嘛 你十萬塊一個月就是五百五最少了 因為現在利息是五百五嘛 然後你第二個月以後你的你的金額就是十萬零五百五 然後再去乘利息 然後 一直加加加加加上去 好 你感覺上十萬塊你就賺到五百五 然後你去租人家租八百 嗯 你還賺不到五百五 我 你聽我講 第一個 他扣稅 這個 這個 你的利息呢 你利息 多不到 除非你很有錢 嗯 你的這個戶頭的 一年的利息超過三十六萬 嗯 光是利息超過三十六萬 OK 他就再扣 再扣掉你那個 嗯 百分之 好像也是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說你 你超過三十六萬的利息的那個錢呢 要課稅 要課稅 那你不 你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不超過三十六萬的 就是你 你你你你 你存在銀行 你有多少錢呢 就按照那個利率 呃 你是活期存款的話 像你是check in account的話 他就一毛錢也不扣你 因為你沒有利息可以省 那你如果存在CD的話 那CD的銀行 他就是每年 呃你你 你就是說 你你存了很多個CD 哇這個銀行 那個銀行 然後你的利息 然後你的利息所得超過三十六萬 他就再課一次你的存款 嗯 比如說我這個月報稅以後 哇 我我我我年收入 我年收入上百萬 OK上百萬的話 你就課最大的稅 就是四百分之四十 你就是四十萬 對吧 四十萬以後 嗯 那這個利息 那個利息 就是包掛在這個一百萬裡頭 可是 你的現金裡面 利息部分 你就超過三十六萬 那可見母金就更多 就不止一百萬 那這個利息 要另外拿出來課水 是 就是利息課一遍 然後你除掉利息以外 你的金額再課一遍 嗯 對 然後你七十八扣 這個房租呢 百分之二十 現在不曉得多少 我 我在Selena 我們做賬的時候 是百分之二十 嗯 利息百分之二十 對呀 然後你八百 八二一十六 就扣掉一百六 就剩下六百四 然後你還要 繳保費 你還要繳那個 那個房屋的保險費 天災人禍 對 然後七十八扣以後呢 五百塊都沒有 然後還不安全 那個房子啊 什麼時候一個天災人禍 你不知道 你要休闪 然後在美國找房子 除非你找到一個很好的房東 就是租很好的那個房客 房客 不然的話美國那個法律啊 多如牛毛啊 你賠都賠都賠不晚 你知道嗎 那然後呢 美國呢 房子會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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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價呢 不漲 除非你租給人家 你到時候要賣的時候啊 你十萬買進來 你還是十萬賣出去 有 因為為什麼 美國漲 只有2008年這個全世界金融風暴 就是美國的地產風風暴 美國就是房屋市上 貸款的人 一胎二胎貸太多了 美國人就是垮了 嗯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跳水 如果你不是在那個時候買的房子 你現在買的房子 你要租人 不但連利息錢都賺不到 還賠 因為 因為你這個房子呢 到要繳的那一天呢 你要 他還要課你一個 房屋那個交易稅 嗯 也就是說 就像我們 Selena的餐館 我 我們當初投資多少 比如說我隨便說一個數字 我投資一百萬 但是呢 他 你投資出去的這一百萬呢 政府都不會給你扣錢 都不會給你扣錢 哪一天你要把這個 這個餐館賣掉 他給你扣了 好你登記一百萬多貝 25%的稅 哇 你要拿25萬給我 哦 哎 然後 美國賣房子也是一樣 你 你買的時候 你就花了很多錢 對 又是仲介 幫你 幫你 幫你辦那個房屋過貨 然後保險 然後這個那個那個 然後房子是要remodel 然後 再來找房客 嗯 那然後 78% 你每個月 賺那麼一點點錢呢 還不夠那個貨幣貶值 因為你把這10萬塊 你一直放在銀行 你就是 兩年 兩年變四年 四年變六年 就是 就是不要 不要 錢太長 因為有時候人 人有淡系貨幅 要用錢的話 可以隨時解約 就是不要用太長 比你買房子要好 美國的房子最多就是 你10萬買來 我還是10萬賣給你啊 就是說外面喊了喊了哇 我這房子要怎樣怎樣 要那個那個的 都有含無事 OK 有含無事 就是喊了那個價錢 但是賣都賣不到那個價錢 呀 你看看 我們在那邊住那麼久 隔壁的房租 隔壁的房子 有有沒有很多人 今天是你住明天是我住 搬來 那個家搬來搬去的 沒有 因為 因為 要租的人 他就是固定去租那個 很爛的房子 要自己住的人 他就買個 買個不會是去租給人家 因為 在美國他不流行 有錢人他不流行 他不流行 就是蓋那個 去買房子 然後自己去再找租客 因為這筆生意已經被政府 包攬了 你找到了客人 你可能 不是說你今天想要租房子 明天就有人 去人來租你的房子 因為政府有很多很多政府 有青年公寓 老人公寓 還有 各式各樣的公寓 那都是政府蓋的 然後 租給你們 租給普羅大眾 誰需要這個 然後這個人 他就是 他租你房子 OK 他只 他只要一個房間 他就租一個房間的 然後地下室 一整排的洗衣機 你頭頭板 然後因為他是公寓 這個 這個 很小 那停車位呢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但是格子就比較小 因為會來 會來租這個房子 經濟上也不好 所以不可能有什麼大車 大車 每個人都有小車 那你如果要租二樓的話 就更便宜 因為二樓頂的 上面是太陽 夏天的話會熱 對 就是說 這種公寓呢 在每一周都有 那你說這個公寓都沒有人管理 然後 如果說把這個生意 被民間包來做的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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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街上更多的 那個 那個沒有房子住的人 嗯 你懂嗎 然後政府 就是因為這個地是政府的 然後 每一周每一周不一樣 但是共同的 就是一定都有這個 那 還有中青的公寓 就是55歲 你看不到65歲 退休年 中青的55歲 一二層樓 然後 就是麻雀水小 五臟齊全 然後呢 他也不怕你繳不住房租啊 嗯 因為你要先 你要先擺個二十萬三十萬 在他那裡啊 他就住你啊 嗯 我之前送貨有送過 那個區域啊 老人區啊 嗯 就是 一整排社區 都是 退休老人住的 哦 那我我之前送貨有送過那裡 對 好像是你要 就像大一你講的 你要有到那個條件 哦 才可以住住那一個社區 不是 我說的條件就是兩種啊 一種是你年齡不到 但是你錢 你錢有 因為年齡不到了 你沒有退休金嘛 對 對不對 然後然後政府 那你 你不能沒有保險嗎 你沒有醫療保險 嗯 那你在我這邊出了事我怎麼辦 對 所以說你他要看你有沒有保險 哦 你有保險 OK你退休沒有沒有到 那沒有關係 你你有一二十萬的存款 給我看 我就租給你 我也不要你的一二十萬 但是 但是我就我就敢租給你 哦 不會說租那個流浪汉 然後第二天人不見了 你是誰 也搞不清楚 對 這是一種 那為什麼 政府會 這麼便宜租給你 因為 因為那是政府的事業 那不是民間蓋的 不是你 也不是我蓋 是政府蓋 那你剛剛講那個老人中心呢 也是政府蓋的 然後政府就給 因為那個就是六十五歲以上的人 他就修金夠付 那是要付款的 但是沒有付的像我們這麼多 因為我們我們這邊是等於 算是一個二線醫院 對不對 護士醫生都在你旁 你要幹嘛 你今天要去看誰 你帶你去看誰 他們那邊是沒有的 就是說你 你這些呢 你都歸家族館 你看病啊幹嘛 你都歸家族館 那在薩萊納的話 因為薩萊納的政府比較有錢 所以你住在這種 像我們剛剛所說的這樣 老年公園 要去看病的話 薩萊納有鑽車 他有測試 你先跟他預約 那這邊是沒有 這個湯沒有 這個湯比較小 多了就沒有 對啊 那我 那你就是說 他比如說 他要跟你講 你一個月給我五百塊 一個月五百 一個月 假設五百 然後我們呢 一天呢 共兩餐 共三餐 共一餐 隨你選 又或者是說 你都不吃他們 你要自己住 他們有簡易廚房 就我的房間小小的 有簡易廚房 嗯 那每個人房間都小養 然後呢 我跟你說 我是打個比方 五百五百五 這個各州不一樣 州裡面還各趟也不一樣 然後呢 你就 你就在那邊 然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車子也開去 你要出門你就出門 然後你要幹嘛 你幹嘛 但是你的醫療 然後他不管 因為醫療 這一塊 這個老人家哪有不生病的嘛 那太困難 他們就是等於是 給你一個簡單 又集中住的地方 有人多 有一些家屬是 你一個人住在一個家裡面 家屬不放心 所以家屬幫你 要送到那裡去 嗯 那有的人是他 他本來就一個人 可是他吃不動 就是吃不動 做不了三餐 他們做個飲食 那你都要付出代價的 那 那你也是要 要有十萬的保證金 或二十萬保證金 這個每一個趟都不一樣 就是你 你 你這保證金呢 就是要放在他那邊的 這個六十五歲以上 要放在他那邊的 那通常住在那個地方的 是不是 都是把自己的產業賣掉 就都把自己的屋子賣掉 才會去住那個地方 對 對 因為 因為 因為你如果還 通常六十幾歲那種 房貸也繳輕了 對不對 然後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那個房屋稅金喔 你越貴的屋那個稅金就越重 那 那當然 那其實對老人家來說 因為老人家老了 退休只有那個退休金 哇 你要是住越大的屋 那個稅金很誇張啊 對 美國 美國五十五歲以上 銀行就不貸款給你了 哦 五十五 五十還是五十五 我那個時候是五十 現在也許好一點 我那時候五十就代不了了 哦 因為你很快就 就退休了嘛 對啊 那我把款帶給你 你拿什麼 你拿什麼 還給我啊 你六十五十 六十歲以上 反正沒有人要找你工作了 你拿什麼錢給我 再說 就算你有工作 你也要吃飯 那你拿什麼錢還給我啊 哦 就是說沒有沒有還款的能力啊 他們也就不貸款給你 那還有一種美國人去住那個 你剛剛我剛剛說你剛剛說的這個啊 他就是他就是把他自己所有的財產 啊 也不是賣掉 嗯 他呢 就給你了 不是 租不了 租不了 因為他人不在 他人不在啊 他那個水電啊 什麼瓦斯 什麼問題啊 沒有人可以負責 算是一個圍樓 圍樓 然後他們就是 對他們就是像政府啊 啊 像銀行啊 在貸款 像銀行貸款 他就是說 兩手做法 他也住在哪兒園 但是他也希望有一天他好的話 他可以回家 或者是說子女都有的住這州 有的住外州 子女從外州回來的話 他又可以搬回去住 呀 但是呢 為什麼還要再貸款呢 因為他身上沒錢呢 哦 那銀行也不會白貸給你啊 一個老人家貸款 就要拿什麼還給你啊 就滅一條 哦 就拿那屋子去抵押貸款 對 對 屋子抵押以後呢 你就 你就不插手了 啊 可是你每個月還是要還款啊 對 對 就是說 他們都會算好好的 你現在這種房子50萬 我假設50萬 然後你最多我帶給你20萬 然後你帶給你20萬 你拿這20萬去繳那個保證金 給這個要住的這個老人中心 那你這邊還有30萬 那20萬跟30萬中間有10萬塊的余額 那我們就照算 那利息多少 什麼多少 算 就是那 那如果說算到 算到 都都沒有的 20萬還沒還完 你的錢已經沒有了 嗯 那他就把你賣掉 他就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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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老人家65歲以上 像我們都要有一個自己的那個 那個 就是自己的一個律師 律師 算是你的代言人 律師發言人 像我的 就是我妹妹 就是說 就是說我所有的東西 我的醫療計劃 我的所有的東西 就是應該是小寶 可是小寶 因為工作 第一個 他接電話也不方便 第二個 他對美國的法律 一點也不熟 對啊 嗯 然後 因為這些東西 要去那個 要去 要去律師 就是 律師 啊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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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個 英文 中文叫什麼 呃 監護人 監護人 呀 監護人 那 還有 呃 醫院 就是 共同的 嗯 比如說我 我在醫院裡面 我的任何的一些 保險的一些東西 啊 病的東西 他們是不會跟 你的 呃 監護人去討論 因為監護人不是醫生 啊 但是在你法律 那個 醫療的法律裡面 如果有變更 或者有什麼問題 的話 他 他們都會 通知我之前 都要先通知 我們 嗯 每個病人都一樣 他不跟你談 你知道嗎 就是說 這些 醫療的單位啊 他不跟你談 因為你是病人 你好好養病 那些 吃啊吃啊 那些東西 但是你說 你 你沒有監護人 你可不可以住在這裡 答案是不行 OK 答案是不行 那你說我救 我救一個人 那你救一個人的話 嗯 那 那就不曉得怎麼辦 就是 啊 那你如果救一個人的話 也 可能 他們會請就是 法院 就是法院 因為每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商務仲裁啊 就是 不用說 芝麻綠豆大典的小事 也要跑到銀行去 也要跑到法院去 所以說每一個趟 他都有個 自己的商務仲裁 然後商務仲裁裡面 就有原告跟被告嘛 那 那仲裁那邊就有仲裁的律師呢 代表原告 嗯 就是你如果 資深 資深藝人的話 他們就 法院申請 幫你申請 因為 因為 醫院沒有辦法對你 負什麼責任嗎 他對你的 比如說你 你怎麼樣 對你的家人的負責 嗯 那那那你沒有家人 你有一個人 那你有怎麼樣 比如說 臨終護理 你要怎麼進行 比如說你要不要急救 比如說你要不要插管子 他不是問你一次而已哦 像我是每個月他都要問一次 哦 每個月 哈哈 每個月 昨天我還 昨天 還去開會 啊 面對四個 四個人 不過也都熟了 就是就是我 然後他們叫我 我想說 欸 什麼事叫我 然後在房間關起來就是 我帶你去那個房間啊 就四個人 嗯 然後他第一句話就是問我 欸 你的急救還 一樣嗎 說一樣 我說你還千千萬萬要把我寫上去 我連管子都不要OK 我說我自 我深深的知道 我們的國家養了很多的植物人 就是 他差別未管 然後他毫無意識的 可以活很久 嗯 我說我 我絕對不要那根管子 你一定要特別助你 然後四個人都在電腦裡 嗯 我說 一定要助你 我說 如果我沒有辦法活 我說我 一分鐘我都不想要多活 嗯 我說我 我 我不想連累太多 因為我自己 我說我自己是一個人 呀 但我就不想連累太多 什麼事情呢 該怎麼解決 就怎麼解決 不要用拖的用拉的 嗯 沒有意思 對我來講是 不會啊 帶你的身體還健康啊 還可以活個長命百歲 我是 我是外表看起來很健康 我來這邊 看你汽車那麼好 對不對 對 你知道嗎 我 我去年聖誕節跳舞吧 嗯 大家也很喜歡跳舞 也跳得不錯 我自己 自己 自己 然後我們的 那個聖誕老人 我等一下發這照片給你 我們的聖誕老人 是用豬來的 就是他 筷頭又高又大 就是 就是傳說中的那個聖誕老人 嗯 然後 那是我在醫院 第一次跳舞 然後他就開始放音樂 就跳舞 然後我就開始跳 然後大家就跳 Yeah 然後 然後他們就說 Oh Amy 好瘋狂啊 他們就英文講 啊 我說 我就跳 然後我也跳了 跳得都忘記了 這個自己幾歲了一樣 一邊跳 一下恰恰 一下扭扭舞 一下這個那個 然後跳 然後後來那個聖誕老人就 就過來說 我跟你跳 哇 他一個肚子那麼大 我抱也抱不起來 太大了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說 那我們好 我就 然後 昨天嘛 昨天 呃 我都跟你講說 他們 我 我跟他講這個 那瓶裝水的事情 那 然後呢 那個 呃 他們 他們就說 你知道嗎 你看我們那個聖誕老人都嚇壞了 他說他不敢相信他的眼睛 在延老院裡面 在延老院裡面 還有人可以把舞跳成這樣 哈哈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因為延老院裡面都是要是不活的 嗯 要不然就是 不能動的 要不然就是沒意思的 就是那種 痴呆痴呆的 嗯 那我還在那邊啊 跟著樂 跟著音樂啊 呃 是這個就跳這個 是那個就跳那個 嗯 而且跳了個馬鐘頭 嗯 沒有聽 然後他說 對啊 哈哈 對啊 又能吃又能跳的 很健康 然後又能跳舞 然後 然後呢 然後 再過來 2月14號 情人節 嗯 然後呢 我就 我就想說情人節嘛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AmyAmy 去換 去換衣服 我那天其實也是 穿的蠻 蠻 蠻時髦的 他說去換去換 換那個 然後再換那個 五顏六色的 我說幹嘛 他說 我們 我們要選一個 開舞的人 我說啊 好 我就回去 就把我的那個 亮片的外套穿起來 然後啊 就穿了一個那個 比較緊繃的那種 那種褲子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 就這樣就跑出去 然後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要選一個開舞 我們選Amy好不好 好好好 然後我就 我就 然後他 他就叫我說 那請你幫我們選一個 這個 今天的 今天的 武后 跟 就是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選那個國王跟那個王后 嗯 結果我就選一個 他們是用號碼的嘛 號碼裡面有名字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誰 就選了一個 坐輪椅的 年輕的 一個老 一個先生 很年輕 可是他手不能動 他手是 綁在那個像繃帶一樣 下面有個板子 然後把手綁著 兩邊都綁著 然後呢 武后呢 就是 武后就是我自己 然後皇后呢 就是一個 七十幾歲的那個老太太 然後他 不做人意 他是要 他 他要用那個助走器 就是推著走的那種 推車推著走的那樣子 哎呀 然後我 那那個老 那個先生是 手不能動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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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王后就是 那你叫他們倆怎麼跳 我就 然後他們就說 OK 開舞 就問我說 你要什麼音樂 然後我就 我說 蛤 我還選音樂 我說那你們 我說我就問那個王后 我說你可以跳什麼音樂 她說她什麼都可以 哎呦 什麼都可以 我說好 我說 我說那就跳舞 因為美國人很喜歡跳那個 王位提起 而且她那個年紀那麼大 跟我一樣年紀很大 嗯 我就吵 那就王位提起 嘿那個 那個老太太跳得還不錯 嗯 然後 所以就這樣 然後 那 那就穿著 搬亮亮的衣服 然後 畫著 畫著大農罩 然後就 就 就過了一個 那個清晨節 天 嗯 不錯 不是啊 我是 我是 人家說 我是在這裡發光 因為他們 他們太弱了 所以顯得我好像很年輕 不過 可能看起來也很年輕 他們都說我看起來 連五十歲都不到 不要說七十歲了 就是 因為他們 他們 亂吃 哇 他們真的是 被食物 還是 我當 我當時不能講他們的食物怎麼樣 哦 對啊 我都講別的 我就是不講食物 然後 你如果要問我說 像今天 像今天在我這邊曬太陽嗎 嗯 十二點的時候 十二點半我們吃飯 然後 一點鐘 我說 一點鐘 或者一點半 然後 然後就 就說出來曬太陽 我說 我跟你們講解 啊 太陽要怎麼曬 OK 太陽要怎麼曬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曬太陽有什麼難的 就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老太太啊 老先生 然後曬太陽有什麼難的 不就往這邊一做就可以啊 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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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曬太陽不容易啊 然後差不多 然後 然後那個 他們裡面就有一個專門 就是抗樂隊的類似 那樣子 他說 你今天又出來幹 我說 我要出來走 因為我現在 每天要走兩千步 至少兩千步 我說啊 我要走 我要走路 我說但是因為今天太陽很大 然後 我們大家都在曬太陽 我想講一個 有關於太陽的 醫學知識 然後他們 他就說 那好好好 他說 你們誰 誰要什麼 誰要什麼 就說 他們都愛吃 那些 酷格啊 什麼drink啊 這個那個 然後又吃不一樣的 然後他就去把那個 冰桶也搬出來 那個殼也搬出來 就一人一杯 然後我就開始講 我就跟他們講 我們要怎麼曬太陽 然後他們就說 Amy 你會跳舞 你還知道怎麼曬太陽 這怎麼可能 這是兩回事喔 嗯 那種老先生那種 老先生老太陽那種 兩回事 我說對對 兩回事 兩回事 Hello 嗯 有我在聽啊 嗯 你知道太陽要怎麼曬嗎 嗯 不就直接曬嗎 太陽是 啊 不透窗的 不透窗 如果你在屋裡曬太陽 那是曬不到太陽 就是 紫外線 紫外線透不過玻璃 OK 紫外線透不過玻璃 所以 我們 像我的屋裡 就很暖和 然後太陽射進來很大 那是給你一個光 可是 給你一個熱度 但是沒有紫外線 那我們的 沒有啊 那個 窗戶要有擋紫外線的那個 那個設計才 才會擋住紫外線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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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戶 就是紫外線透不過窗戶 紫外線沒有辦法 普通的玻璃它 它也會擋住紫外線嗎 對 對 也是會 所有的 對 所有的玻璃呢 通通都 都 你只能夠感受到太陽的光 但是 你沒有辦法 紫外線是透不進來的 好 好 那你說 我就到屋外去吧 屋外去 可以 但是你有穿衣服 穿了衣服 紫外線也曬不到 所以要穿短袖 短袖 對 你看人家那個曬太陽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袖子一打開 兩截有沒有 對 就是說好 那臉是不是就 臉是不是就那個 沒有穿衣東西啊 那眼睛也是沒有穿東西啊 紫外線呢 太強呢 嗯 有一定傷到你的眼睛 對 傷眼睛 所以你在外面曬太陽 你一定要戴太陽眼睛 而且太陽眼睛的SUV呢 要足夠 足夠 擋掉這個 百分之多少的紫 呃 紫外線 嗯 那這個 所以我買了一個很好的 太陽眼睛 我以前就買 現在好像要三百塊 我以前買兩百 就是 那個很好的 很 你要第一個 你要買很好的 太陽眼睛 第二個 這個 太陽眼睛呢 不能夠戴有色 就是說這個 黃色 藍色 綠色什麼七七八八的顏色 通通都不要 它就是很柔和的一個 啊 一個淡綠色 因為它 因為那 那種就是說 它抗紫外線的能力 是好的 而不會傷到你的眼睛 假如你的太陽眼睛蠻不好 的話 你不如選擇你不要曬太陽 因為那是雙重的傷害 OK 好 那 那 戴了太陽眼睛以後呢 你可以再戴一個遮陽帽 因為遮陽帽 它 它可以 安全的覆蓋到你的眼睛 因為全身的地方 我們都需要紫外線 但唯獨眼睛 我們是不需要的 OK 所以說 有一個遮陽帽 在那個抬眼睛 然後呢 如果你是白種人 或者比較偏白的皮膚的人 那最好就是 曬 啊 差一點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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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防晒 差一點那個擋那個太陽那個叫做什麼霜 就是 就是 擋那個太陽的 但是你要買對那個色 那個細數 我建議是SPF SPF 15 15是好的數值 低於15也不好 那 那個那個 那個SPF太高也是不好 但是現在市面上呢 多半就是24的比較多 15的比較沒有人要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嗯 呀 好 那你穿衣服的地方呢 你就曬不到太陽 那 那你就要把衣服就是拉的拉 儘量把那個自己真正的皮膚呢 攤在太陽 然後時間也不要多 30分鐘以內 就可以了 嗯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沙灘上面 他們曬太陽 是不是都穿個比基尼 他們也不游泳 他們專門去曬太陽的 就穿個比基尼 然後趴過來 因為眼睛會 會遇到光 然後臉也會容易曬黑 那所以他們都是趴著 就曬個背 就是你身體的50%以上 你有接觸到紫外線 那麼你今天的紫外線就夠用了 就夠用了 因為太多的紫外線呢 對於某一種的人種來講 尤其是美國的白色的人種來講 是容易會得皮膚癌的 但是如果得了皮膚癌呢 90%呢 他就跟你長個字一樣 拿掉就沒事了 因為他只能 他那個醫學名詞要叫皮膚癌 可是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另外有10%的皮膚癌 那就是跟其他的癌 沒有什麼兩樣 他會讓你的組織分化 然後身體上長七七八八的疙瘩 但是 中規一句話 皮膚癌都是很好的癌 就是說 不是那麼危險的 也不是那麼馬上要你命的 除非是你 你 轉移到什麼淋巴裡面去 否則話都沒有 然後90%是 他皮膚癌沒關係 把它拿掉 拿的乾乾淨淨 把它切乾淨一點 不要找那種狼中的醫生 隨便挖一挖 就把周圍的 就是通通把它清除乾淨 就沒事了 我今天就跟他們講這些 那他們說 他們都不知道原來是這樣 然後很多人都把那個 都把那個褲子 褲子的下面拉起來 都拉到膝蓋 我說對對對 就這樣 就這樣 我說你每天在裡面都沒有光線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那個 辦那個康樂的節目的那個人 就很高興 他說 一米你 你以後 你以後 他說來我自己上班好了 因為他家有個孫子要照顧 然後他家有孫子要照顧 他說他要開小餐回去 我叫我幫他看 把攤子看好 開玩笑 因為 怎麼講 我就說 我就說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He said Oh yes I'm alone I'm not lonely because I have grandkids and you have son I say yes Yes I'm not lonely 我說 我是一個人 但是我也不寂寞 但是我也沒有答應 因為那麼多人 我怎麼敢 第一個我怎麼敢 因為我很清楚的知道 人家就是尤其現在 他們排華 就是很討厭中共 那討厭中共 討厭的不得了 那偏偏我又是長了一個中國臉 但是我來自於台灣 那你可以跟工作人員都講得通 我是來自台灣 甚至還有人還問我說 那台灣到底是不是屬於 美國的中共的一部分 我說不是 他說 我說中共是共產黨 你們知道嗎 我們不是 那既然我們不是共產黨 我們怎麼會是他的一部分 我說我們有自己的總統 我們有自己的法律 我們還有我們自己的憲法 我說我們跟他 但是因為聯合國 在最初建國的 申請的加入的時候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是屬於 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主 就是我們是屬於中國的 他是指區域上的中國 而不是指領土 那個老百姓的中國 那中國現在他們也把自己叫成 新中國來擾亂視聽 我說我非常討厭共產黨 我也非常討厭中國的這個政治 這個政府 我說我對他們的百姓 沒有很討厭 但是對他們的這個黨 這個習近平啊 然後還有他們的 政府的官員啊 我說我真的是討厭到 我無法形容 我們是本事同根深 可是我就是非常討厭 嗯 然後現在 現在大陸就是做了一些 跟 跟美國一些貿易上 貿易上的 就很多的競爭啊 然後 然後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惡行惡狀 那幾天幾夜也講不完 反正就是我很討厭 然後 可是這邊這麼多病人啊 他們就看到我 有時候清醒的時候說 Are you Chinese? 然後 不清醒的時候 Are you Vietnamese? 然後還有人問我說 Are you Louse? 嗯 我都說是 是 我情願說是 因為喔 我知道他們討厭中國 但是我 沒有辦法讓他們清楚的知道 我是台灣 就像昨天他們幫我 寫一篇文章 然後按上我的圖片 然後 把我的簡介寫上去 我是護士 我是 營養導師 我來自於台灣 等等的 就是 可是 就是說 那些 你很難想像 那些只有六十幾歲而已 可是他們腦袋已經 已經空空了 已經是 不曉得是 是幹嘛了 反正都是空空如也 空了 你知道嗎 嗯 就有點痴呆痴呆的 痴呆 前一分鐘 我才跟他講說 I'm Chinese 然後下一分鐘 他問你 Are you Louse? 他說 我在電視上聽到Louse 我說 我也聽過 我說 對就是Louse 因為我知道他 隔一分鐘他就忘記了 他們非常的 怎麼講 所以 所以我就想說 他說 人啊 老了真的是很可憐 然後也很 也很 夠難玩的 台灣話 夠難玩 你知道嗎 嗯 昨天 不是昨天 這一個禮拜 反正我今天是禮拜六 這個禮拜的某一天呢 我們就去那個 我們就去那個 這邊有一家 店 東西賣的很便宜 都是一塊兩塊兩塊 什麼叫Saving什麼東西的 然後 然後 就 就 一些人 就是 要去的去 然後呢 就有一個 老太太 大概快八十歲了 他說他也要去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工作人員 就 臉色很 很難看 那我一看他在忙別人 因為別人也 他是要用 就是要 手扶著那個走路 他不是坐輪椅 坐輪椅的很簡單 拿那個椅子 那個車子 弄下去 然後輪椅上來 他們把它固定 他就在輪椅上 可是坐著那個人 要幫他扶 然後我就跟那個人講 我說我來幫忙 好了 他說你不要幫忙 等一下你自己弄跌倒 我們 要負責的 好 就 沒有管 結果下車的時候 我還是忍不住 我還是 就是扶著他 然後慢慢下車 然後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就扶著他 然後 人家都進去了 我們兩個最後進去 我把門打開 然後讓他進去 然後他就扶著那個 扶著那個助走器 他自己可以走路 好 等回來了 大家都好高興 我也買了一堆 不是一堆 我也買了一些東西 反正人人都有買東西 但是這個老太太沒有買 我在猜想說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要去哪裡 他只看到說我們要出門囉 出門囉 他也爬上來 然後到了那個地方以後 他又覺得自己不知道要買什麼 因為 因為他這種80歲的年齡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這裡的 反正跟社會也拖了結了 那明明就是什麼 我說我要是有錢 我什麼都搬回來 我昨天買了一個外套 然後買了一個小皮包 還要買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很便宜 然後呢 他就空手 空空手 然後我就 我又照網列 就先把他的椅子放下面 因為椅子 由他們公務人員去搜 跟輪椅放在一起 然後人坐到座位 座位上 那坐在輪椅上的人 就坐在輪椅 因為他們沒辦法坐椅子 然後他們一看他空手 你知道嗎 就在那邊唸 就說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trouble back 就在那邊 trouble back 就在那邊唸 我心裡好難過 我都快掉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真是找麻煩的 你又不良於行 然後你又不買東西 你出來幹嘛啊 還有我們這樣子 弄上弄下了 為了你要這樣 因為我們還要幫他綁那個 汽車那個安全帶啊 因為他完全沒有辦法 那種 他就算是有駐走器啊 下面有輪子啊 他還是那種走路 像那個 像那個腳捏的那樣子 這樣子 就是很慢很慢 問題是他不買東西 那工作人員是不是很氣 你不買你來幹嘛 你不買你還上來幹嘛 然後害我們就是 要等他等很久 我當時心裡面是想說 我也有這一天 他只比我大 他說到今年的9月 到今年的9月呢 77歲 我到今年的9月呢 我是70歲 所以說 所以說差大七歲啊 可是感覺起來像母女 真的像母女 我騙你 然後我就想說 真的是 真的是 人老了 又沒錢 又無兒無女 然後 又生病了 真的是 一點尊嚴都沒有 你看 那他們 他們的兒女 要是聽到 不小心會不會痛 可是這邊 很多很多的人啊 都沒有人 就是我住來這邊快一年了 都沒有家屬來看過 因為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是 錢是不透過家屬嘛 錢是病人自己要繳 那你沒有 你沒有這個資格 你是住不進來的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資格是 醫生要你住這裡的 對啊 那你如果說沒有醫生的order 你也住不進來的 即便你很有錢 也沒有住不進來 嗯 那 那 我們 我們的立場就是 你有多少退休金 你就繳多少 按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呃 你的 你 你的退休金是 2600的話 那你就要繳住這邊的3500 你知道嗎 再有錢的美國人啊 退休金最多就是2600 是喔 最多 對 你不知道喔 所以那些台灣富翁 再有錢都是2600一個月 對對對 他有三年 對 你像我的叔叔 現在也過了65 他來我們住的話 他就要拿3500 然後他就要自己貼 所以他那天講 他說 他繳付人的稅 然後得到窮人的服務 因為我住完不要接 他住完自己花錢 哈哈 因為我們就只有這一點的 那個 而且是 是政府 是醫生允許的 嗯 那那醫生不允許的話 你就是有10萬塊 你要說 我給你5000塊一個月 人家也不要讓你進來啊 嗯 因為你 我這邊不是旅館啊 我這邊是 是有需要的人住 沒需要的人就 反正就是醫生啊 醫生叫你走就走 醫生叫你住就住 就這樣 那我是利磨耶 我是利磨耶 我一個半月就叫我走了 我沒走 然後 又去申請 他就說 然後他又跟我講說 醫生寫的是91天啊 嗯 然後我就去跟他們講說 我一個人住 我一個人 我沒有辦法住在家裡面 我的家人都會不放心 嗯 嗯 就這樣子 那然後他們又幫我去申請 然後去幹嘛 去找醫生去幹嘛去 反正就這樣 反正我在這邊啊 他都叫做 然後還有人跟我講說 Amy你要住 住到永遠 我說 對啦 住到永遠了 但是也不會很久了 我說我希望活很久 我說 我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他們看完 他說 我要在這邊住 因為我 我 我住在這邊啊 我 等於是他們 對一個房間來講 他們賺的最多最多 第一個 我的 我的退休金多 他們都只有三四百個很多啊 哦 因為一輩子都在生病嘛 要不然的話就是 這個那個的 我就跟你講 包括 首付特斯拉 也是兩千六啊 哦 最多就是兩千六啊 沒有更多了 嗯 所以說你你你 你講那個稅都白講了 就是這樣子啊 嗯 嗯 嗯 呀 我剛剛 我剛剛想要 說什麼哦 兩千六 對 周老闆不想找 講那麼多稅啊 講那麼多稅還是兩千六 對呀 對呀 哦 而且而且這個 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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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零七六五啊 是不會改的 就是說你一千 一千塊的零七六五 就是七十六塊五毛 好 那你如果說是 一年 如果你有一萬塊 一個月一萬塊的話 那你就繳掉了七百六 嗯 那繳掉七百六 一年 是不是 就八九千了 那問題是 你到六十五歲的時候 請問你繳了多少 我講的這是四安稅哦 嗯 四安稅是 呃 叫零點七六五 零七六五 這個不會變的 然後 聯邦呢 現在也漲了 那周呢 是各周 各周 各周走各周的 啊 就是 各周走各周的 就是 就是有的 像有的 像馬里 像那個什麼西雅圖啊 還有還有那個 周 還沒有沒有稅 還沒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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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沒有稅 然後像加州啊 課種稅 嗯 加州 加州的州稅現在都快要20% 哇 加州啊 所以加州每一個鐘頭 加州最低標準是16塊嘛 加州的最低標準 呃 最低 就是你一定要給我16塊一個鐘頭 然後紐約也很貴 呀 哦 因為他們稅很重 是 對 不是 紐約稅很重 然後呢 紐約的薪水呢 又不如那個加州 加州是稅很重 但是薪水也很重 嗯 要給的多人家才要做 那加州現在的中餐館 的身體很慘 就是那個整個quality啊 就下降 嗯 你聽到現在有所謂的走線嗎 對啊 對啊很多 走線啊 那 因為他們從13塊 開始14塊 15塊 16塊 他年年這樣子往上爭 往上爭的結果呢 那老末 你也知道 美國人對老末是很友善的 老末 他沒有身份 但是他可以拿到公卡 然後他 他就用公卡來說 你要給我這麼讀 不然我不住 因為 因為現在 現在大家也都知道 很多老末都有 都有那個 因為大選年嘛 現在拜登要選舉了 你看那個 對於那個走線的態度 拜登跟川普 是兩個態度 拜登因為他不敢得罪選民 你要知道美國有多少的老末啊 對啊 對不對 光得罪就不得了了 那 那你把這些人都得罪了 你還想選總統嗎 對吧 所以說 政治有時候是很非安 知道一點就好 不能知道泰森 不能知道泰森 會覺得說 哎呀 然後 然後就看那個倉管的流動性很大 嗯 那在這樣子的捷骨眼底下 就有一些走線的人 他們身上的錢也花光了 嗯 他們 甚至不知道下一頓在哪裡 所以他就會進去裡面 去去去做工 那你沒有技術 就做洗碗工 然後洗碗工 人家又嫌你洗太慢 嗯 然後就叫你走 所以他們的 quality整個下來了 餐飲的系列呃 生意也下來了 那個品質也下來了 然後這些這些走線的人 這些走線的人 沒地方住 沒地方吃 他只好去中餐館打工 可是那這些人裡面 比以前那種偷渡的人 就是疏路的多 很多人是拿拿筆桿子 不是拿拿刀的 拿什麼的 所以說 對於廚房那廚房一些出火 他們做的做不來 做不來老闆就叫你走 所以他們就會去睡大街 那老末不會睡大街的原因是 老末可以去申請那個禮食 就是他們特有的公卡 可是這些走線的人呢 那你必須 你必須看你是做什麼的 有的人說政治迫害啊 那什麼宗教迫害啊 反正現在的人 以前還一胎化啊 什麼生育迫害 那現在沒有一胎化 這個就不成立了 然後宗教迫害 那現在法輪功他們也不殺了 就是也沒有了 然後政治庇護 現在中共也開放他們的大門了 也沒有非要逼你是共產黨 像你走線的話 你一定要把什麼 共產黨的黨政給扔掉 你會讓他們知道 那你知道為什麼這些走線的人 會有此無恐的來美國 因為一到美國他們就被關起來 然後再送回去墨西哥關到 然後再把他送回去大陸 問題是大陸不收 大陸不收 大陸說沒有黨政 沒有護照 因為他們走線是不能有護照 你有護照的話 你就是 那你沒有我的美籤 那你就回去吧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他們出門的時候 就把黨政丟掉 然後一路上坐飛機 坐到墨西哥的時候 就把護照丟掉 然後每次送回去都是幾千 兩三千個人 然後呢 送的時候 你不是要 他們要經過那個 他們所謂的北美辦事處 就是中國大陸的北美辦事處 然後他們也照了臨時的照片 然後他就說 因為要拿這個臨時的護照 才能夠買機票 然後才能夠送他們回去 然後中共就扯皮 扯皮說 我不認識這些人 他不屬於我們的國人 我不認識這些人 就不收 他不收 不收就只好又把他 又運回來了 那運回來以後 那運回來以後 他們就往共和黨的那個州去送 因為拜登是民主黨 德州州長也是民主黨 也是民主黨的州 然後像加州是共和黨的 紐約是共和黨的 芝加哥是共和黨的 他們就往這些 不是他們的黨的另外一個黨去送 讓他們去投疼 所以他們 很頭痛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 我本來是還已經忘掉 就是說小寶來這邊以後 我已經忘了大陸的存在 後來不斷不斷一些 一些那些 那些新聞 那些那個 我現在 我現在強迫我自己不要看 不要看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 連大陸的影片我也不看 大陸的節目我也不看 只要是有大陸的演員演的東西 我一概不看 理論上應該是不可以 因為藝術歸藝 OK 政府歸政府 可是我聽他們 講 就是說 不論是哪 各行各業 他們所講出來的那些話 怎麼那麼沒有感情 怎麼 怎麼就是 因為我從小在馬祖長大 你知道嗎 我們是在炮火中長大 我們特別特別的有 有那個 有那個使命感 然後對他們的一言一行 他們講話的那 那些內容 還有做法 真的是太透徹了 我雖然是命大 我從小一直到中學 我的同學當中 死了十幾個 就是說小學中學 小學中學 死了十幾個 有的就是握蕩而死 那時候那個炮蕩很大一個 就這樣穿 他 因為我們都是四點鐘就放學 然後就 就像鼠竄 像老鼠過街這樣鼠竄 用跑都來 用跑 真的是用跑都來不及 我家是在半山中 學校在山底下 然後我要跑到山中間 再跑到山頂 然後再從山頂往下走 到另外一座山的中間 然後講好的就是 單打雙波打 就是說單號四點以後開始打 一路打到晚上九點 四點到九點這五個鐘頭 哎呀然後我們就是 一到一到那個時間 就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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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我家我們有有挖那個防空洞 就拼拼拼拼 一直看又沒有那個時候 哪裡有手錶 那個時候都是看太陽 那個太陽下山那個 那個樣子 就是就是心裡面一個概念 可是就很怕那個炮彈打來 然後就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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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拼回到家 然後我其中有一個同學 他是回到家了 然後他就忘記了今天是單號 要打炮 然後就坐在那個 他家就是有那個二樓 二樓有那個門窗 他就把門窗打開 然後在椅子上寫作業 然後那個炮彈就直直的穿過 我從他的胸膛穿到背後去 我記得那是小學四年級 小學四年級 然後我曾經跟小寶講 我說媽媽太恨共產黨了 但是你取了個中國大陸 我說婚姻歸婚姻 這個黨派歸黨派 更何況不是我要結婚 是你要結婚 但是呢 但是呢我希望你不要 不要變了 不要 不要變了你的 你的中心思想 我說不要被他們洗腦的意思 嗯 他說他不會 他而且他也很多地方 他都看不慣 我說你看不慣 你又 你怎麼能常呆呢 你要說過境 路徑水暑 對啊 我說 我說 我說媽媽從想 從知道有事情 從上小學一年級開始 我就要過這種 單打算不打 一三五的 都要 就是 那時候沒有鞋子穿 嗯 都是打字腳 然後跑山路 那山路有那麼 小石頭很多啊 然後跑回家都是 兩隻腳都是學 經常的事情 那更不要說喝水 帶了水壺去學校 然後喝水喝水 然後放學了想說 要輕一點嘛 就在放學的時候 咕嚕咕嚕咕嚕在學校喝了水 然後想放輕一點 這樣好跑啊 這樣那個包包 那水壺好跑啊 沒有重量嘛 嗯 可是跑到 跑到半路都 又喘又渴啊 都沒有水喝了 對啊 都這樣跑 那要跑 要跑四五十分鐘啊 不是說 跑一下下 我是在 另外一座山的 山的半山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就這樣子 然後我幸運的躲過 我的 我的同學十幾個 小學中學十幾個 嗯 我到現在 我到現在都忘記他們的長那個臉長什麼樣子 但是記得他 他那個 身體的樣子 嗯 臉是忘記了 太久了 所以 人狼真的沒用 好多東西就想不起來了 想要想想不起來 就知道有那麼一個影子 有這麼一件事情在那裡 然後我有一次 那是我在中學 初中三年級 我們那時候還是初中 不是國中 我們那時候還是初中 我 那時候 我們吃完晚飯五點多 那 那時候心裡想 哇 今天五點多還沒有打 因為他可以四到九點鐘打 但是他不是說四點鐘他一定會打 他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打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看吃完飯 我們在學校吃了飯 那學校吃飯怎麼辦呢 那 那個火夫都是當兵的 就是說你在台灣 比如說你是主吃的 然後你去當兵 可能也是去做吃的 你是不是這樣子 對 你是不是這樣 對 我們那個學校也是這樣 那學校 學生大概 初中高中 大概 有個七百多個人 一個大學校 然後那些阿兵哥 他們也是 就是說 像上班一樣 早上還幫你煮早飯 中午煮中午飯 然後晚上煮晚飯 碰碰碰碰碰碰 他們就回去了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碗呢 碗筷呢 還有桌子椅子呢 我們要自己收拾 那碗 你今天 你今天擦桌子 明天擦椅子 後天洗碗碰碰 這樣 然後那天就我跟另外一個女生 我們每一桌子吃飯 不分男女 而是分班別 這是乙班 這是假班 這是丁班 那是餅班 就這樣分 所以男女就有 那天是我跟一個女生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就一人弄一個耳朵 然後一整盤的 一整個像那個洗衣桶那樣 一整桶的碗啊 快啊 反正哩哩哩哩哩全部 然後外面有 就是有水 我們媽祖是缺水 所以阿兵哥都把那個水擺好 但是他已經沒有時間幫你們洗 然後我們就要自己排班洗 然後那時候我才中學一年級吧 還是二年級 然後那個人都還沒有那個桶高 在這邊 我們兩個就在那邊洗洗洗 突然間砰一個炸彈 就炸到我在洗碗的那個山坡 就是小山坡下去 哇 然後這個時候呢 人家別的地方的 別的班別或者別的桌 都已經洗好了 回班去很安全 就是我們有防空洞嘛 那防空洞裡面有電燈泡 有桌椅 可以讓你寫功課 那就只有這兩個孩子 跑去洗碗還沒有回來 結果事後被老師罰站 然後罰站你知道嗎 那罰站以後 我還要頂一個掃帚 然後掃帚頂在那個手肘 然後還要四個手指頭敬領 然後用那個手肘 上把頂到 每天頂兩個鐘頭 每天頂兩個鐘頭 罰一個禮拜 他說你知道我們有多擔心 然後呢 我們兩個就也嚇昏了 因為砰一聲 好家在沒有炸到 過不了兩下 那個因為那個炸彈會跑 這樣蹦過去就蹦過來 就到最後啪 我們兩個就蹦蹦就倒下去 所有那個裡面 他們裡面是放了很多的 那個宣傳單嘛 就整個宣傳單 都把我們兩個鋪在地上一樣 然後碗筷也不知道跑去哪裡 然後過沒兩下 那個軍訓的教官什麼官都來了 就找我們兩個 看我們兩個在紙堆裡頭 就把我們兩個拿去 就說以後吃飯不要吃到那麼晚 然後這個多 你要是出事的話 對家長怎麼交代 然後要去面壁思過 就回到教室面壁思過 我在那邊 我就跟你講 淨裡已經是夠酸了 下面還要頂一根掃帚 你知道嗎 我們女生個子又矮 我個子又矮 要頂一個掃帚 我在那邊 然後那個手 我就一直晃著 一直晃著 好 左邊頂不住了 壞右邊 反正就是兩小時 人家兩小時在房屋裡面寫作業 我們兩個在外面頂上吧 我就想說這什麼世界 我就恨透共產黨 後來我就想說 小寶龍說你 你就是你用你的智慧來看這個世界 時代會變 時局會變 人也會變 思想更會變 那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怎麼講 如水草而居 居安 居安思維 對不對 居安思維 在什麼環境做什麼事 然後 很安全的時候 也要想一想 萬一你有什麼危險的話 要幹怎麼辦 居安思維 現在 而是以前的父母 你要娶大陸人 一棍子給你打過去 尤其是我們金門媽祖 一棍子給你打過去 可是現在時代不同了 對不對 你也不能一竿子把他們都打 一竿子打掉 對不對 但是我那個媳婦講話各方面 我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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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這就是吃共產黨的奶水 長大的孩子 我一聽就是這樣 雖然 你乍聽之下 你可能感覺不到 可是一聽 就是吃共產黨的奶水 我沒有敢跟小寶講 我覺得婚姻是他自己的 好快也是他自己的 我們做父母的人 就是把他生下來 然後把他養大 然後再來的事情 就他自己做主 能怎麼辦 對不對 對 講句最貼切的話 能怎麼辦 以前 就是 以前我們說什麼 父命難為母命難為 現在的這個社會 還有什麼父命母命呢 現在就是 你是你啊 我是我 對 對 OK 那你後來 後來那個水雞有沒有 有沒有 水有沒有想到要幹嘛 要怎麼弄 水喔 我們還是照樣喝那個過濾過的水 對啊 對過濾過 那你又怎麼知道那個是過濾過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教你一個 我教你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他在那邊賣的水 第一個他不是政府的 他就沒有辦法過濾 嗯 他只是不同的消毒方法 政府的是用濾 那個濾啊 然後他們是用紫外線 那濾有濾的好處 紫外線有紫外線的好處 我們不能說他一無四處 但是呢 濾可以把細菌跟微生物通通殺掉 只是味道不好 紫外線呢 它可以殺細菌 或者部分的細菌 但是對微生物 它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為什麼 要特別強調 它的微生物沒有辦法 因為它的水源有問題 它的水源 是就是 也許它的源頭 有動物的屍體啊 有什麼屍體啊 或者是肮脏的排水啊 就像這次 驗出來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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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顆粒的那個 那個 就是塑化粒 那塑化粒 就是他們去海灘啊 他們去吸那個海灘的水啊 然後淡化 那可是海灘上面 有好多好多的塑料品 那他們不曉得怎麼處置的 只是畫面上是特別去造這個 然後 那你現在最好的辦法 我在這邊想 就是說 你去買回來 然後你再把它煮 煮熱 再把它煮熱 這是最好的辦法 但是沒有 還是沒有辦法克服那個 那個顆粒 那個塑膠顆粒 沒有辦法塑膠顆粒 就是說 不過 他當然是要這麼說啦 就像人家 你的選擇也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不對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但事實上 他今天發生了這個 比 就是說他這個顆粒呢 比那個 比那個微生物呢 還要讓美國人害怕到 所以他在電視 在YouTube 他都有報告 嗯 因為那個塑化粒 消化不掉嘛 那長久以後 會對人體怎麼樣 他是說會致癌 那每個節目 每樣東西不是都致癌 那個我跟你講 會生癌啊 就也是天生的 真的 會生癌也是天生的 嗯 當然 當然如果你 你後天上的 不保養 也是不行 我還告訴你一樣好的事情 昨天呢 我看了一個 我看了一個新聞 說 現在全世界的人均 人均 人均啊 就是全世界人 每個國的人均 每一個國家 它的平均壽命 日本呢 多了一點 台灣 台灣還比較低 我一樣要講 日本是85 但是 那個是總和 那男多少 女多少 我也不記得了 因為我一直在看美國 我們現在在美國 結果他在美國呢 也沒有寫到你我的這個 他寫說 在美國長出生的 亞裔 就是華裔啊 美國出生的亞洲人 平均年齡是84.5歲 84喔 比台灣高很多 84.5歲 這是在美國出生的亞裔 的平均年齡是84.5歲 但是呢 但是呢 這個都是女生高 男生呢 只有77歲 所以說總平均的是80.7歲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男生 現在亞洲的男生 是77歲 但是女生呢 是80 84.5歲 然後在美國 出生的 Amigo呢 是多少呢 我現在不講哪裡 就講平均 美國出生的 是80歲 美國出生的 Amigo呢 是80歲 OK 平均的數字呢 是77歲 這個77歲 裡面呢 白人的女人呢 是80歲 白人的男人呢 只有74歲 好 在美國的黑人呢 只有 平均年齡是62歲 然後美國的 印第安人呢 美國的土著啊 美國的印第安人 只有67歲 哇 然後呢 這個這個數字是高高低低的 不足為奇 他們很shock的是 因為 美國的平均壽命啊 連年下降 連年下降 那他為什麼要標明說 Amigo或者亞洲 或者美國 因為你們吃的飲食不一樣 他也在美國出生了 他是亞洲人 他可能在家裡面 會吃亞洲的東西 所以他們 我們是84.5 他們只有77 這中間差7歲多 7歲多很多了耶 嗯 很多了耶你知道嗎 然後 他們就覺得說 美國不是一樣一樣大國嗎 蛤 不是什麼都 太空也是第一個啊 什麼什麼 為什麼這個人口會大幅下降呢 然後就 就下一個論壇了 就變態 有人說 啊 那可能是因為吸毒的人 都早死 所以把這個數字拉下來 沒錯 也是的確也是這樣 然後又是自殺的人 可能多了 那這個自殺呢 就是涵蓋吸毒加自殺 加工 加工 加工自殺 所謂的加工自殺 就是說 就是說 啊 怎麼講 那然後 美國 美國 車禍的人很多 嗯 然後 有一個醫生呢 就 小小的生 很小很小的生 小的生 嗯 我覺得我們國家 可能是因為心臟病 因為心臟病在美國排在癌症後面 嗯 現在死亡率的 以前死亡率的第一名是 車禍跟自殺 雙加在一起的第一名 現在呢 第一名是那個那個 吸毒者 然後第二名還是加工自殺跟車禍 第三名是心臟病 第四名才是癌症 嗯 然後我們台灣的心臟病 排很後面去了 呀 然後 然後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呢 就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要說什麼 就沒有人 就沒有人要說什麼 然後 最後 最後一個總結 他們又在逃避現實 呀 其實老美很喜歡逃避現實 他又在逃避現實 他說 哦啊 我知道了 因為那個COVID-19 那個死亡人數 所以把這個百分比拉下來了 百分比拉下來了 美國COVID-19死了一千萬嘛 然後大陸死了差不多一億 可是大陸公開的說 他死的比美國人還少 你相信嗎 人家那個藥廠裡面的資料 大陸死掉一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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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醫生 後來 後來這個 這些 這個 講 這個談話性節目 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想 我說他應該講對了心臟病 他應該講對了心臟病 美國心臟病的手術 是全世界第一名 美國心臟病的醫生 也是世界第一名 所以我們台灣用的葉克膜 什麼我們都要到美國來學 因為葉克膜 就是體外的一個心臟 就是說你心臟不行了 我用個葉克膜 當心臟 幫你把這個血 循環到全身 但是葉克膜不是萬能的 他只能用30天到40天 他就要 你如果還不行的話 那就沒命了 像這次那個 這次那個保齡 保齡那個死安中毒 你有沒有看 有有有 有 不是說有誤 有五個重症 那其中一個重症 變普通病房 然後還有三個重症 還在昏迷 然後 昏迷加上腦病變 然後另外一個 還在用葉克膜 可是時間快要到了 就是快要到40天了 如果40天他還沒有好轉的話 他就會死掉 就跟以前那個 那個什麼的太太 很會跳舞那個 什麼龍 就是台灣有一個很會跳舞的女歌星 跳舞的那個 劉真 台灣跳舞那個劉真 他也是用葉克膜 所以說刀也不能亂開 他本來那個刀 不開也行 他開就是芝麻綠豆點的一個刀 可是他就是運氣不好 他開進去以後 醫生碰到大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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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個人沒了 所以說 所以說 開刀也是要開運氣 以前 很早很早以前有個導演叫做白景瑞 就是白景瑞 對呀 演很多那個以前那些什麼中校結役的片 白景瑞 白景瑞 然後他在我們醫院看病 然後他要 他那天跑怎麼搞的 他想了想 他有點想說 因為我們醫院都是大牌醫生 全部都是大牌 沒有小牌的 都是十幾二十年以上的醫生 沒有小牌的 然後他那天就想一想 他又跑到龍總去做 結果他做什麼 他也沒做什麼 他又做個心導管手術 結果就死在手術台上 心導管檢查 現在不是進去五分鐘就出來嗎 簡單的要命啊 可是那時候大概十分鐘了 那時候十分鐘 那是民國 民國六十四年的事情 六十幾年的事情 一九七幾年的事情 然後 然後他就跑去龍總 就普通的醫生 就小大夫給他做 因為心導管都是小大夫 摩擦掌 摩拳擦掌的機會 那大到沒有他們的份 動都不能讓他們動 這個人命關天的事情 結果他就做心導管 那不是要打麻藥嗎 然後就在那邊打麻藥 就沒醒過來 就走了 到都還沒有開 到都還沒有開 他對麻藥過 那如果說在我們醫院開 他不會 因為我們醫院 不管你 都會給你一個 手術志願書填 你有什麼病啊 然後你會不會對 你過敏的藥物有哪些啊 沒有 沒有人會寫得很齊全嘛 就算是寫得很齊全 我們也不會很相信 因為也許你肚撞的 也許你幹嘛的 我們都會在你的手這邊 做一個皮內實驗 做一下那個 做一下手術的 麻藥 麻藥測試 劉真也是麻藥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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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上那個 弄到血管 這是不能說的秘密 他說出去的話 哇那個辛龍 我現在想起來 辛龍不是 全台灣的人都要踏房 他也是在龍種座 唉 龍種已經不是以前的龍種了 因為以前的龍種 就是台灣的翘首 那有國防醫學院 那現在有沒有國防醫學院 我是不曉得 因為民進黨已經執政那麼多年 我想國防醫學院 可能也休院了吧 或是什麼 沒有看過 不曉得 離開太久了 所以說 運氣運氣 我們在醫院裡面 也看了很多那個 好好的 好好的 然後去開個道 去做個檢查 都走了都有了 我以前 就我的病人 然後去造 要造那個 造膽 以前造膽 是要先吃兩顆荷包蛋 然後再來造 不像現在 現在造膽的話 我記得我去造 我好像什麼也沒吃 就超音波 那以前就是要吃兩個荷包蛋 然後造膽的時候 要打鞋影劑 鞋影劑就是 像我們現在做CT 都要打鞋影劑一樣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也是會 前手術資源書說 你對鞋影劑有沒有過敏 問題是那病人來做健康檢查的 他哪裡知道他有什麼東西過敏 他就沒有過敏 然後我們 我們 我們那一次呢 那一次的一個 一個值班的一個 一個technician 他不是醫生 不是醫生 是那個放射員 放射員呢 就沒有給他做那個 那個鞋影劑的測試 就直接給他打 他真的還沒有拔出來 就死掉了 我們也賠了 當時 當時一棟房子35萬 我們賠了100萬 哇 可以買三棟 對 然後報告到衛生署 把他那個放射員的執照 給拔掉 不知道要到幾年以後再來考 在沒有執照期間 就是不能做這個工作 因為這個 你每天都要做那麼多個的 你就那麼 因為那個很難做 皮內試驗 不是打皮下 也不是打肌肉 就是打皮內 皮內不太好做 沒有做 然後他是一個放射員 那醫院是要把他殺掉 還是要把他怎樣呢 就是摸摸鼻子認賠 家屬要告 認賠 就是賠了三棟房子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家住新店 35萬一棟 好啦 大宇 好好好 ok 有一點 ok 好好 ok 好 我們下次再聊了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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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